那终于要借欧阳伦一案 对中书省动刀子了 养肥的猪可以杀了 于是他不由地站起来 毕恭毕敬地说道 如果连陛下都看不出什么 这查起来就必然困难重重 所以臣要求离京密场 第一站就是赶索 朱元璋听完想都不想 朱元璋又是想都没想 就答应刘伯卫 朝廷上下京城内外 无论是看上谁尽管调配 可不想刘伯温却直接道 看上了皇上的锦衣卫 朱元璋淫了 自己手创了两种锦衣卫 一种是明面上的 看起来就是皇宫的侍卫 另一种则是真正可怕的密探 你根本不知道他可能是谁 这刘伯温是怎么知道的 臣已经领教过他们的厉害了 他们确实是一批得力的英雀 朱元璋死死地盯着刘伯温 MING PAO CANADA